來 中午吃什麼 高雄市左南區国民党立委参选人 张显佑才刚跑完行程 瞬间变身杭安来偷客 带路吃美食咯 水铺牛肉 国画大师张大千的私房菜 就连小菜也能喊出 有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名号 那主菜牛肉面张显佑更有feel 韩金带肉它不容易处理 那个筋要咬得动 肉质在煮的炖的时候不会散掉 担任过前陆委会副主委 和两届立委的张显佑对吃 可说是小有研究 人高马大的他还是个甜食爱好者 这个我喜欢吃 甜香 我最喜欢吃杏仁 轻咬一口杏仁酥 脸上就洋溢幸福 腼腆的笑容 只可惜 过去有一段时间太胖了 喜欢吃甜点吃太多了 没关系 今天张显佑不是参选人 而是爱吃粿 破例一天一口解一口 吃完左南区的项豆美食 凤山区的国民党籍立委参选人 黄喜文化身外景主持人 带着镜头来吃项豆美食 今天我们不谈政治 我带大家来吃我们凤山传统 最有名七十几年的一家肉粽老店 来 往里面走 老店的肉粥 黄喜文可是从小吃到大 米心很透 而且它吃起来很Q 它里面因为是古早味 所以它的五花肉 既不油 它也不色 只是肉粥太单调吗 可别忘了再叫上一碗肉羹 双重享受 一口肉粽 一口鱼羹 真是绝配 赞 不是航家不带路 深入地方的立委参选人 不吝啬将这些隐藏版好滋味 一一分享 让选民们也能大饱口福